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欢迎跟随志诚老师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 在这份录音里面我们要探讨的章节是 正文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的前面两段 在第四节里 他的标题是 疗愈乃是由恐惧中解脱 第一段的第六句 他说 奇迹所解除的究竟是哪一类的错误 无关紧要 因为所有的疗愈根本来讲 都是帮人由恐惧中解脱 因此大家不会在奇迹课程里面看到 他替小我的错误分类 譬如说把我们的课题分解成 是婚姻的课题 或者是爱情的课题 或者是身体的疾病 或者是金钱的课题 因为这所有的课题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错误 最终都是来自同一错误 因此根本不必妄加分类 这也是奇迹课程之所以究竟 之所以伟大今生之处 既然都是同一个错误 那就在错误的源头上进行修正 不必在他们的形式上 去过度的探讨 而且所有的疗愈 其实都是帮我们由恐惧中解脱 也就是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自我 或者是我值 因为分裂跟自我 就是恐惧的成因 除非我们愿意放下自我 愿意放下分裂 否则恐惧是挥之不去的 接下来在第二段里 最前面他就谈到层次混淆 Level Confusion 这个词我们曾经在第一章 所看到过 但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呢 他把层次混淆定义的 比较清楚 就是在第二段这一段 他说层次混淆会误导我们相信 某一层次所出的差错 会牵连到另外一个层次 也就是在层次混淆里面 我们是把身体跟心灵 这两个层次混淆在一起 我们相信身体层次 所出的差错 会牵连到心灵的层次 这也是当今的大脑科学 还有医学所相信的 他们认为心灵是由身体 也就是由脑部的一些化学作用 放电的反应所产生的 但其课程的说法正好相反 事实上身体的活动 是由我们心灵的活动 所投射产生出来的 而不是倒过来 接着他说 奇迹乃是修正层次混淆的良药 因为每个错误必须 在它发生的层次上就地修正 也就是在心灵的层次上面 做修正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层次 所出现的疾病跟问题 只不过是反映出 心灵里面的罪疚跟恐惧而已 因此第四句 他接下去讲得很明白 他说只有心灵才会犯错 而是因为他选择了 小我基于分裂的思想体系 才出现了身体 也才出现了身体的问题 第五句 他说身体是因为妄念的误导 才做出错误的反应 而他本身并没有躁进的能力 若相信身体有创造的能力 则会引发形形色色的生理病症 而身体的疾病是反映出 病人对怪力乱神的信念罢了 这里的怪力乱神Magic 就是我们之前建议大家 犯为幻术的那一个字 还记得它的定义吗 它的意思是说 相信身体有能力可以影响到心灵 这是小我一直要在我们的心灵中 去助长的信念 接着来到第三段 第三段的第八句 它说身体只不过是代表 你在物质世界的一种经验 它的能力确实常被人高估了 这也可以从第二段 我们刚刚谈到的地方结果来讲 也就是说 小我一直要助长我们 去相信身体的真实性 身体能够影响我们的心灵 也就是去助长对幻术的信念 这是为什么身体的能力 会被我们高估的原因 事实上 根据奇迹课程的理念来看 身体其实是不具任何能力的 不只它的能力是被高估 而是它是不具任何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在练习手册里面 耶稣告诉我们说 身体是中性的的原因 所谓中性 意思就是说 身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它没有任何作动的力量 一切的作动 操弄 创造 或者妄造也好 全部都是从我们的心灵而来的 三千大千世界 全部都是由我们的心灵 所变造投射出来的 但即使如此 在第十句 它说 没有人能够否认身体 在世间所占的一席之地 想要否认身体的人 他所行使的否认力量 是不值得的 这边所说的否认身体 或许比较接近是 以往的一些神秘主义者 或者苦修的一些信徒 他们认为要去让身体挨饿 去折磨它 然后去遵守很严格的戒律 然后刻意地去否定这具身体 包括它的种种欲望 但这样的一种否认 或者说是否定呢 是一种不健康的修行方式 而且反而会倒过来 把身体给当真 我们可以这么来表达 我们不是这具身体 但我们目前仍有这具身体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仍然承认 我们目前是住在一具身体里头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宽恕的学习 慢慢地去脱离 我们对这具身体的认同 宽恕的要义就是要让我们 从原本认同于这具身体 转而来认同我们的实相 也就是我们受造于上主的 圆满无缺的灵性 因此我们不必刻意地去否认 这具身体 尤其是用头脑来否认 我们是一具身体 我们允许这具身体存在 而在我们有欲望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去否认它 而是应该利用欲望 来进行宽恕的一个学习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道路 接着在下面的第四段 它说你若接受各种物质性的身体疗法 等于再次重生了Magic的运作原则 也就是再次重生了幻术 这么做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 相信自己的疾病是身体造成的 而第二个错误即是 企图用本物创造能力之物 也就是利用药物物质性的东西 来治疗身体 也就是相信身体的疾病 完全是基于物质层次 而物质是可以疗愈身体的 但根据奇迹课程的理念呢 一切身体的疾病 都是由我们心灵的罪疚所投射出来的 因此也只有在心灵的层次做修正 才能根本地去达到疗愈 但接下来在第四句 耶稣接着说 利用物质能力来达到修正目的本身 并不是一件邪恶的事 在这个地方呢 奇迹课程就跟传统的一些宗教或灵性的信念 有所不同 包括基督科学教派还有三达基的想法 事实上当我们很努力地要去抵制 物质性的一种治疗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把身体跟药物给当真了 那既然身体跟药物都是幻象的话 那么吃个两颗药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需要我们奋力地去抵抗呢 因此 当我自己在台大医院做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其实并不很常 甚至不太常去跟病人谈到奇迹课程 我也不会去劝诱他们 去放弃物质性的治疗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 根本都还没有准备好 要接受以奇迹 完全地用奇迹 或者心灵的力量来做治疗 这也就是他下面所说的 有时候人心已被钳制于疾病的魔掌 一时难以接受救赎之道 这种情况之下 最好还是利用 当事人所能接受的权宜之计 也就是他所说的Magic 暂时相信外来之物 也就是药物 具有疗愈的功能 因为加深人的恐惧 对病人百害而无一意 也就是说 因为这些病人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他们的怨心还没有到 因此你要骤然地去强迫他们 放下药物的治疗 而纯粹从心灵跟奇迹 还有宽恕的这个道理 来疗愈身体 会令他们非常恐惧 因为你逼迫他们去放下药物 但耶稣说如果去助长这样的恐惧的话 其实反而不是真正的奇迹之道 当我们的身体在很痛苦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行使奇迹 其实也蛮难的 不如先把我们的真体治疗到比较妥当的层次 然后再来好好的研读奇迹课程操练宽 还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权宾 因此他说 恐惧已使他们预政乏力 若在他们的心里尚未准备妥当之前 就向他们引荐奇迹 反而会使他们进退失据 因为之间已经颠倒的人 不可能不是奇迹为未途的 因此很多时候即使是我自己 或我自己的亲人 在身体不舒服或生病的时候 我们反而也倾向于去使用药物 不管是西药或者是中药 其实都没有什么不可以 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使用药物跟心灵 是否去做它宽恕的功课 没有什么关系 就算是使用了物质性的药物 你依然可以去做好宽恕的功课 这两方面其实是不会互相干扰的 下面的第五段呢 也可以请大家整段把它仔细读过 并注意他所说的内容 耶稣说 救赎的价值是无法靠他所呈现的形式来衡量的 事实上若要真正发挥大用 他必须最有利于领受者的形式来出现 也就是说奇迹必须按照领受者所能了解 而且不害怕的方式呈现 才可能功德圆满 但这并不表示 这种奇迹就是他与上主交流的最高层次 而是说他目前所能接受的最高交流层次 仅止于此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奇迹或者奇迹的理念 强加于还没有准备好的人身上 如果他还需要一些物质性的东西 还需要药物 还需要一些看起来不是那么究竟的讯息 那其实也没有关系 只要能够提升他心灵的层次 也就可以了 当我们想要把奇迹强加于别人的时候 反而会形成一种攻击跟分裂 我想那并不是我们的目的 接下来在第五段 他谈到的是奇迹志工的任务 最前面他说奇迹志工在展开任务之前 必须先充分了解人们 也就是我们自己对解脱的恐惧 因为小我根深蒂固的信念 是认为解脱不过是另外一种的束缚 因为小我认为 回归到天堂里面去的时候 他就不能独立于上主之外 独立于上主的旨意之外 来创造他自己的世界了 接着他说 这一望见又跟另外一个信念有关 也就是我们可能把伤害限制在身体上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小我认为他可以把罪疚投射到身体的层次 投射在外边 投射给别人 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取其利而不取其弊 因为小我 他在选择分裂的时候 一定会制造罪疚跟恐惧 但他透过相信 可以把罪疚跟恐惧投射出去给别人 就可以摆脱 这是小我的一个核心的信念 接下来在第二段里面 他说 怪力乱神 也就是magic 幻术已经落入了失心状态 mindless 而误用了心灵的力量 这里他所说的失心状态 指的是说 我们从原本认同于心灵 变成认同于身体 而奇迹课人所说的身体 不只包括我们的肉身 也包括一切的形体 还包括我们所自以为是的 这一个小的心灵 分裂的心灵 这些都包括在奇迹课程所说的身体的层次 而他所说的心灵呢 指的是 所有的上主之子 所共聚的一体的心灵 而我们落入失心状态 就是从原本认同于这个大的心灵 去认同于我们的身体 也可以说心灵否认了他自己 而跑去认同一具身体 而他说这是对心灵力量的一种勿用 也可以说我们的心灵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它大到可以去否认他自己的力量 或说心灵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扭曲力量 它的力量很大 这事情其实听起来有些吊诡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自己是脆弱无力的 我们认为自己只是一具小小的身体 这件事情正好证明了心灵的力量很大 否则他没有办法 原本认同自己是一个无限的心灵 结果最后变成去认同相信自己 是一具脆弱而且极其有限的肉身 那小偶为什么要去把自己认同于一具身体呢 他是为了要去逃避 逃避这个分裂的结果 因为他与上主选择分裂之后呢 制造了很深的罪疚跟恐惧 这些罪疚跟恐惧 让我们的心灵非常的不舒服 因此我们如果能够遗忘自己本来是心灵 而去认同于我们是一具身体的时候 似乎就可以逃避 分裂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后果 接着他说 治疗身体的药物其实与符咒的作用无异 这些符咒或许是引用之圣经 指的可能是一些比较传统或古老的疗愈方式 不过他讲的大致上也没有错 因为一直到20世纪21世纪 还有人跑到这个南美洲或非洲 去研究当地的巫医 就发现其实在几千年的巫术呢 它其实是有一些疗愈身体的作用的 有一些甚至跟现在看起来非常进步的西药 还不相上想 事实上药物之所以能够短暂的疗愈身体 还是基于心灵对药物有一番的信任 我们的潜意识是相信我们是身体 也相信药物对身体有所作用 这是为什么药物对我们的身体 看起来会有一些效果 这些效果其实最终也还是我们的心灵所赋予的 接下去他说 你说仍然害怕心灵的疗愈能力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意思就是接到前面第四节的第四段 所讲的 如果我们对心灵的疗愈能力还是有一些恐惧的话 那我们宁可暂时的选择药物 来使我们的身体舒服一些 而不要刻意的去规避物质性的治疗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来仔细的思考 去做深刻的觉察 也就是他谈到我们害怕心灵的疗愈能力 我所提出给大家的问题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心灵的疗愈能力 心灵的疗愈力量 会使我们失去些什么 或者会使我们得到些什么吗 我们可以在课堂上面 再来深入地讨论这个思考问题 谢谢大家收听 祝福